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一个潮剧演员 也是一个木偶师 然后主要我本身是演潮剧 然后潮剧其实在中国已经有500年的历史 然后就传进来我们的槟城 然后其实潮剧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是讲潮州话 然后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剧种 比如有金剧 有歌仔戏 有广东戏这些 然后潮剧的特色就是它用的方言是潮州话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就是我们潮剧的这一个基本的动作 潮剧有几个基本动作呢 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手势 我们有三个基本的手势 第一个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花旦的手势 花旦的第一个基本的手势呢我们叫纸 这个是我们的兰花纸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兰花纸 主要这个纸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表现我们潮剧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纸东西 纸一些物件比如你 他还是有天啊有地啊有石头 花这个我们就用这个去纸了 所以要点就是说我们的食指必须要纸的 然后我们这个中指和母指呢有三个小圈圈这样 这个我们叫纸 这个我们叫纸 然后第二个呢是掌 掌呢我们 它主要是在我们唱戏要表达 我们的这个歌词 通常这个是比较通用的 我们这个掌呢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拇指和中指呢 这个拇指靠在这个手心 然后中指往下 看了好像有一个花瓣这样有层次感 这个这个叫兰花掌 第三个呢是拳 我们花蛋的拳呢有就是凤头拳 凤头拳就是这个 看了这个我们这个拇指和这个食指呢 看了好像我们的那个凤黄的头部 所以我们称为凤头拳 然后花蛋呢因为它本身 我们戏曲讲究的就是美嘛美感嘛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动作呢都是要有漂亮 所以它看起来就比较有层次感 如果你把它扭成一团呢你看就没有空间 所以我们这个后面呢 这个无名指和小指呢必须要翘起来 然后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三个基本的手势 然后有了手势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手的位置 我们要放在哪里 比如我们的手要放在什么位置 比较正确 ok 戏曲 中国戏曲讲究就是圆 所以我们在戏曲演员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呢都是讲究 要有一个弧形 有一个弧度 ok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拳 手势已经对了 然后我们要把它摆在哪里 好 第一个比较通用的呢就是提筋手 就是我们的胯 我们把我们的拳放在我们的胯的旁边 然后我们的这个手肘 必须要圆有一个弧形 我们不能这样直直 好 这样就不好看 必须要有一个弧度 然后我们的拳头离我们的胯呢一拳远 一拳大概一个拳头远 好 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提筋手 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太直 这是圆圆的 ok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手的位置呢就是三绑 三绑就在我们肩膀前方这个地方 我们叫三绑 主要你看我的手肘出来也是有一个弧形的 不是直的 没有直的 也没有脚 没有45度的脚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弧形 这个是我们的三绑 第三个位置呢 是我们的头顶上面这个拖掌 你看也是一个弧形 如果手指头和手指头 你要想象它有一条线连接成为一个圆形 然后你看我的手 这个地方永远都没有直的 都是圆的 这个是我们三个手的基本位置 刚才我们讲解了我们的手的位置之后呢 现在我们来学一下我们基本的站位 所以第一个基本呢就是双脚并拢 然后这样站呢我们叫正部 然后还有就是花旦最基本的踏步 这个现在我们示范就是左踏步 所以左脚呢就是直的 然后右腿呢把它放在这个左脚的后方 膝盖和膝盖是要夹紧 这个胯呢是不能打开的 然后膝盖和膝盖靠在一起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脚趾呢 把我们的右脚呢撑起来 这个我们叫踏步 这个是我们的左踏步 然后它当然有右踏步 所以前脚一定是直的 这样 当然我们在站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结合我们的身段 所以身段呢一定要花旦嘛 它的身段比较柔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踏步的时候呢 我们要下就是旁腰 下一点点旁腰不能太直 下一点点旁腰 如果我们结合刚才的提筋手就这样 所以 左踏步 右踏步 这个是我们花旦的踏步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比如我们有点步 点步就是用脚尖 绷脚尖 然后用脚尖的点 这个我们是点步 有几个很多不同不同的 然后说了这个脚的基本位置之后呢 跟大家来学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组合 叫做云手 好 我示范一下哈 我们的右手呢是掌 三绑 左手是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是我们的云手 OK 所以在这个整个结合呢 有我们的上步 踏步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滑手 拉开 变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云手 这个云手呢是用在哪里呢 基本上是这个五弹 好像刀马蛋啊 五弹啊 这些他们通常出场的时候 他们要整官 他们要整理他们的这个衣服服装 所以他们会做这个云手的动作 这个 我们在花旦呢 所以其实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要抬脚 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我们脚跟先落地 然后脚心最后才是脚趾头 好 当然我们在这个移动的时候 就是半步半步 就是左脚在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在右脚的脚心 所以是一半一半 这么一小步一小步的移动 当然你要通过一个练习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空间 然后跑圆场 也是一样一样都是要跑圆形的 然后你才会有一个身段 所以在半步半步移动的时候呢 就看了在舞台上表现的时候 他就会很优美 然后也不会很粗鲁 因为如果我们现代的人呢 我们走路都是这样 他就这个跨就很开 以前的我们的以前的这个妇人呢 他们走路都是比较斯文的 所以当然这个是舞台上的一个呈现方式 然后其实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戏剧演员的眼神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眼随手走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呢 在移动的时候呢 眼神必须要跟随 比如我现在想要 所以刚才在这个滑动这个手的时候呢 我的眼睛呢是跟着我的手指头 动 然后到那个点的时候呢 我才看去我想要看的方向和地方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怎么练习呢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眼睛周围的这个肌肉 需要有张力 然后如果平时我们没有练过 我们平常人呢 都不需要用这样的眼的力度去看东西 但是在舞台上我们必须要 比如我们要看一个点 要用力地看 撑开那个眼睛 把眼筒撑开 我们周围的这个肌肉也要拉开 然后看一个点 那个点我要看透 比如我要看 现在我要看前方 然后要看前方 要看到后面是什么东西 要大致上我们练两分钟 不要眨眼睛的 然后第二个练习呢就是转圈圈 转圈圈 然后要跟着好像时钟 有12点 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6点 7 8 9 10 11 12 但是看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力度 而不是垮下来的 然后这样的练习呢 必须要去通过这样的练习呢 这样我们的眼神才会有一个力度 才有张力 上舞台的时候呢 这样观众呢才可以透过你的眼神呢 知道你们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呈现一段小表演 就是我们身段的组合 1 1 2 2 2 3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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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后来跟他一样 开始画一下 devi识 我组所谓好的 和他学习 墨 你找不到 没有 你为你 这种狗狗狗的 刚才我呈现的一段的小表演呢 其实是主要是说 一个小花旦 然后它出场 然后它再整理它的头发 左边头发整齐吗 右边整齐吗 它的衣领整齐吗 然后它就看一下左边右边 最后它看到右边呢 有一朵花 然后它就把 去拆那朵花起来 然后就送给观众朋友 就是这样的一个戏曲的 小小的表演方式 好 今天呢 我们就上课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的这个戏曲的小课堂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们 曹语馆的Facebook page 如果你没有来到槟城呢 也可以来到曹语馆这边呢 来看一下展览 来认识一下 我们这个曹剧的文化艺术 然后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这个陆子 在呢 感谢 散